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乔老师 中国古人有一句古话叫做 寡妇门前是非多 其实这句话跟我们中国人的劫妇观念是有关系的 所谓的劫妇其实就是指 在丈夫去世之后坚决不改嫁的女子 中国古人提倡 忠诚不是阿主,恋女不嫁阿夫 因此劫妇就会常常受到人们的尊敬和赞叹 而鼓励女子守洁的观念 自古已有之 人们把从一而终作为一种美德 然而美德只是我们人类追求的一种目标 但是它并不是必须遵循的一种规则 至少在两宋之前 我们中国社会并没有说 女子一定要守洁的这么一种规则 无论是在汉代还是在唐代 女子在自己的丈夫死去之后 都是可以改嫁的 然而到了两宋时期 随着承诸礼学的产生 尤其是诸子思想成为了官方正统的思想 那种饿死是小 失节是大的观念在社会上普遍的流传 于是对寡妇在嫁的这种限制 就越来越严苛 尤其是到了清明时期 统治者开始大量的表彰劫父 为那些守贞洁的女子立贞洁牌坊 在同志之后啊 各地呢又兴起了半贞洁词 鼓励那些妇女呢 守寡守节 上有所好下必胜烟 一方面啊 由于守节可以得到朝廷的表彰 获得一些家族的荣耀 另一方面呢 守节它本身就会被视为一种美德 因此啊 在明清时代呢 守节的妇女非常的多 以至于导致很多地方都贞洁牌坊林立 妇女守节固然值得尊敬 然而从今天的眼光看来的话呢 更多的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同情 因为在一个个真节牌坊背后 隐藏的是众多的妇女压抑痛苦的一生 我们凭借各种资料可以看到 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清时代 女子守节的真实的一个状况 包括当时的社会环境 世俗观念 守节者的心理状态 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社会问题等等 守当其冲的第一 就是劫父的一个生计问题 对大户人家来讲啊 肯定生计它就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对于普通的人家来讲 就会是一个大问题 女子嫁人本来就是去依靠着自己的丈夫过日子的 而现在呢 丈夫却去世了 还不能改嫁 在当时那个男女极其不平等的社会 是十分困难的 尤其是当这个劫父 有了自己的后代和小孩那个时候 那么他的生活负担就会更加的重 那么其次的话呢 就是劫父的一个生理问题 只要是正常人都会有欲望的 劫父则只能够压抑自己的欲望 而当在尤其父无法压抑自己的欲望的时候 那么各种伤风败俗的事情就会随之发生 这样的势力的话呢 在明清时期啊 可谓是数不胜数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社会风气和治安问题了 在中国古代农民甚至是城镇当中 总是有一些家庭很贫困 或者是人品会有一些问题的一些男性 他们娶不上媳妇 当他们的邻居当中 出现了一个守寡的女子时 那么这些寡妇便容易成为他们窥探的对象 因此啊就会发生一系列的意想不到的事情 所谓寡妇门前是非多 就是由此而言 其实啊寡妇守洁之难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要克制住自己的欲望 欲望是人之大欲 寡妇在丈夫还没有死的时候呢 他就已经享受过这种性的快乐了 而现在呢自己的丈夫已经去世了 享受过这种欲望的女性 从此之后就再与性无缘了 这种煎熬应该是非常人所能忍受的 其实由上可见啊 每一个决定守洁的寡妇在其守洁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考验 有来自内心的折磨 需要她用顽强的毅力去克服 当然也有来自外界的压力和诱惑 需要她凭借勇气和智慧去抵御 而当她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 终将守洁自老去 那最后她又得到了什么呢 一个贞洁牌放 一个劫富的名号 而这些真的值得她牺牲一辈子的幸福去换取吗 所谓的饿死是小 失洁是大的观念 提倡者可以自己去坚持 却无权要求寡妇去坚守 至于把它变成某种制度和习俗 更是明显的违反人性的 也正是因为要求劫富守洁是违背人性的 于是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虽然依旧有一些女子立志守洁 但是守洁作为一种习俗已经不复存在了 对于寡妇守洁这种观念 你怎么看呢 欢迎到评论区一起来跟我讨论吧 科学弹性关注我吧